總共初步清查有四名醫師 有不當用藥的這個情況 所以在16號 我們就裁定停業一到六個月 臨時召開記者會 陳其邁語氣凝重 就是因為新北私幼胃藥案 讓高雄也繃緊神經 而且查出四名醫生不當使用 包括你開立的處方 那對象是誰剩餘的用藥 那這個我們也已經清查完畢 藥物在短期使用來講的話 有可能出現的一個副作用 就是四歲食育不振注意力 不集中或者是藥物過敏 市府已藥追人全面清查 確認全市2702家醫院診所及藥局 共有145家持有本巴比拓 當中竟然有四名醫生 出現不當使用本巴比拓 並裁定他們停業一到六個月 病科11萬到31萬元的罰還 初步查出至少有20名幼童 受到影響其中還有不足2歲的幼童 但被點名的醫生也跳出來喊冤 以前那個熱精卵就是吃本巴比拓 我們去經由教科書文獻報告 開禮那個本巴比拓治療抽筋是合法的藥物 強調開禮處方前所使用的藥物 就是拿來處理熱精卵 也拿出文獻來澄清絕無不當使用 現在官方搶先開罰 基層醫生人心惶惶 胃藥案也從北燒到南 環宇新聞林維凱林委婿 李洛彤在高雄的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